在去年被外国媒体列为全球十五大最美花海街道的白河零出皮木棉花道 今年又到了花开的季节了 目前花已经开了四成 如果气温变热 预计在这个礼拜六就可以见到木棉花盛开的景象 一眼望去看不到镜头的白河零出皮木棉花道 再搭配周围将近四公尺高用稻草做的平安雄 为木棉花道增添了一座可爱的新地标 这一只平安雄大概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然后用了四生地的稻草做出来的 平安雄那我们就是为台湾加油为台南祈福 去年被外国媒体列为全球十五大美丽花海之一的木棉花道 年初因为气候寒冷的关系 至今花开只有四成 距离最美花海还有一段距离 但虽说如此依旧吸引许多游客前来赏花 白油区公所表示今年虽然花海未全开 但等待木棉花陆陆续续盛开之后 花量只会比去年多不会更少 届时木棉花道将会更美丽更壮观 因此也欢迎民众来走走 一同感受木棉花道的魅力 记者温正恒台南报导